在步驟3這邊我們要把那個剛剛線條動畫下來 這個有點像我們之前在做什麼 做那個叫做簽名動畫 簽名的只要變3D畫而已 把它變3D畫 所以呢 記得 因為要做這個 一定要麻煩各位 以往我們不會特別切到這個試圖 我們剛剛不是都在攝影機裡面看嗎 對不對 可是這一次要切到front 你不能在攝影機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你看我們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呢 把左手邊 我把左手邊這個 我把它切換成front 怎麼切 點到它 記得你看一下 這樣子代表我看的是這個視角 有沒有現在在top top 把它改換一下 比如叫front 就從前面看 front前面看前視圖 那你在想說 這樣看起來好像跟我從攝影機看差不多 可是呢 請問你 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攝影機 剛剛不是有一個room in run out的動作了嗎 front會不會有 不會有 因為 如果你要做線條的動畫 你在這邊room in run out 你的線條好不好畫 很難畫 好 這樣了解為什麼要切換到這邊來了嗎 你在這邊要畫這個線條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會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要麻煩各位 你看是要左手邊切過去還是 右手邊切過去都沒關係 那我就先回到這邊來 我回到這邊 好 我往後推一格 K到這裡 你可以用滑鼠滾輪 把檢視的比例放大 但是不要怎麼樣 不要用攝影機的畫面 這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地方 好 那我現在呢 要增加的話 我就來這邊 你還記得以前我們寫字動畫怎麼做嗎 是不是要新增加一個空白的圖層 對不對 變成空白的圖層 而且要變3D喔 你沒有變3D 攝影機在動 沒有人會理你喔 好 所以我增加一個空白的圖層 增加一個Solid的空白的圖層 什麼顏色其實是沒什麼關係啦 當然 如果你想要就直接變成那個 也可以 好 只是這邊 這個顏色 老實說跟 最後的線條顏色 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我現在按下OK 好 有一個空白圖層 加進來 記得 我要把它變成什麼 是要變成3D的 它才會理你喔 好 按下去 好 那因為這樣 是不是就把我完全擋住了 所以我們把它的透明度稍微調整一下 你把它打開 Transform打開 當然你可以用快速鍵 快速鍵這是哪一個 ST的T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不佔空間 我把它稍微變一半的透明度 這樣有沒有稍微看到一點點 這樣你在畫圖比較容易 好 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第一個 請你一定要把它切換成front視窗 再來就是 增加空白圖層變3D 透明度改變一下 那你就可以開始準備用你的被子曲線工具 好 鋼筆的工具 來把那個路線把它畫出來 好 把那個路線把它畫出來 你可以搭配我們的快速鍵 就ALT跟Ctrl 好 ALT跟Ctrl 你可以來看看 我把那個路線畫一下 你看我在這邊 我準備箭頭要出來了 但是箭頭要出來 要從哪個方向出來 你自己要拉動一下 以我來講 我這邊是往這邊移動 對不對 往這個方向移動 所以呢 我就要看一下囉 這裡 我就從這邊按住 往這個方向移動 我現在是按住拖曳 所以我是決定方向而已 還沒有把那個線畫出來 這樣子 好 放開 這個時候 我就到這邊 那你這樣看不準 我按K 往後退 有沒有我是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按住空白鍵 把它平移一下 這樣你比較好畫 好 按一下 拖曳 有沒有那個路線跑出來了 好 那這裡呢 因為後面還有 後面的話 我會再這樣 再繞過去 可是我如果這邊決定好了 另外一邊自白再動 所以 你們在用被子曲線的時候 記不記得 只要把它中斷一下 按住鍵盤上的ALT 有沒有 另外一邊固定了 左邊固定 右邊 你是不是就可以準備 好 往那個方向前進 那麼 我再往後退 我看一下 我後面K 鍵盤上可以 原來我是走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如果萬一這個點不對 你可以回來再調一下 我大概這樣的角度就夠了 我就在這邊 按住 再往這邊 然後 然後待會呢 按住ALT 接著還是往這個方向 你再按鍵盤上的K 好 到這裡 按住拖曳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 甚實一點呢 你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這裡一樣 往這個方向 你可以按空白鍵 平移 平移 可是記得就是我是在FRONT做的 按下鍵盤上的K 好 到這邊 按住拖曳 按住 這邊應該是還是往下 就差不多是往下 好 那這裡如果不夠高 你可以按著往上調整一下 好 我按住鍵盤上的K 好到這邊 按住拖曳 按一下 往上 按住鍵盤上的K 最後回到這邊來 最後回到這邊 我就按住拖曳 好 這邊不夠 然後我就再拉高 讓它那個線比較明顯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這樣就有了 所以我的線出來了 可是這個只是一條貝茲曲線 還沒有真正把線畫出來 還沒有畫出來 等一下呢 我們還要搭配這個特效 搭配這個特效 加上這個濾鏡 來做什麼 做 線條的動畫 線條的動畫 好 我要在這邊先停一下 還是繼續講完 停一下 好 好 好